我們需要直接送他去醫院做進一步的 用儀器上面的檢驗 所以數好幾年是不會回來比賽 可以跟大家看看什麼樣的情況嗎 因為所有的實際的狀況 我們在現場沒有辦法去做太進一步的判斷 所以可能各位還是要等到從醫院 我們做完檢查以後給的報告 我們才能真正的跟各位來說 那他三道的地方 被打的地方大概在哪邊 他被打到 他是後腦撞到地板 然後被打到大概臉部的部分 那所以進一步會有什麼樣子的情況 我們一定在第一時間 從醫院那邊得到的消息之後 會跟大家一起來說明 那他目前離開狀況的時候神智方面是清醒的嗎 是的 是的 對 可以對話 他反應是腦震盪嗎 嗯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可是就是我們必須要再進一步的得到更明確的一個測試 才能跟大家說明真實的一個情況 然後流血的情況已經解決了 是的 流血的情況已經解決了 是的 流血的情況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鼻子部分流血 第二個是後腦袋也有 所以 都有直血 後腦袋也有流血 首先呢 很抱歉 今天呢 場地的冷卻系統冷氣呢 是 一直到了第三節的 中段 才開始正常的運作 那 這個冷氣的跳電呢 是在 比賽前的 跳球前的 十分鐘左右 所發生的 那經過場地管理的單位 在 評估 以及 發生問題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確定的了解的是 因為 供水系統的 壓力太低 導致呢 冷卻水塔裡面的水 的水位不夠 那 水位不夠的時候呢 冷氣就會自己跳電 為了要保護 那個馬達的運作 那 所以 接下來呢 我們了解到這個 水塔供水不夠的 水壓不夠的問題 所以 嗯 場地管理的單位 就很快速的 在旁邊使用了 消防栓裡面的水 先把水塔給灌滿 那 這個過程呢 因為 消防栓裡水塔 有一點點距離 那 水塔裡面也是蠻大的 所以 使用的時間 是比較久了一些 那 嗯 我們會繼續的 在追蹤 這個 水壓不夠的問題 以及 在水裡面 水湯裡面的 這個 水味不夠的 這個問題 那我們會確定 明天在 比賽開始之前呢 我們會在 早上八點鐘 就開始 運作我們的 冷氣 那 來確保 接下來明天的比賽呢 不會像今天這樣子的 熱 所以 在今天的比賽過程呢 可能各位 也體會到 這個 南部可能 比較熱情一點 比較熱的天氣 在這邊呢 球團 再一次的 跟各位聲明 這個保證 我們會 繼續的 在這個 設備上面 來跟 這個場地的管理單位 繼續的保持聯繫 以及繼續的呢 維持 設施使用的正常度 那 在今天造成 各位的不便 各位的不舒服 以及呢 來到現場 所有觀看比賽的 球迷們呢 不舒服以及 炎熱的這個問題 球團在這邊 跟各位 說一聲抱歉 我也希望 我們球隊 可以繼續的提供 最好的籃球比賽 以及 來服務我們最熱情的球迷們 謝謝